老实跟你说 老盛跟叶展英分手的那会儿 差点被我们宿舍几个哥们给围殴了 知道为什么吗 叶展英这么漂亮的一个姑娘 对吧 虽然作是作了点 焦也焦了点 她老爱说分手 但是呢 我觉得威琪说分手还是太草率了 感情是两个人的事情 恒人也不好说什么吧 是啊 我也可以理解老盛 老盛他之前跟我说过 叶展英呢 就很像是把他当作名牌包包一样 去收集 老盛说 之前他给他买过很多可乐 叶展英呢 就把那个瓶盖 用网络给收起来 然后给大家炫耀 这是老盛买给他的 你知道吗 然后老盛给他发了微信跟短信什么 他也公开的全部念出来 这不就是在炫耀吗 你说的这些 我都有听过 还有啊 老盛跟他出去吃饭什么的 叶展英会叫上一票人 说是为了热闹 其实不就是为了秀恩爱吗 我觉得吧 爱情这东西还是很私密的 又不是明星干吗 废给所有人看啊 秀恩爱死得快啊 对吧 我真的觉得 你是一个可以交的朋友 是吗 我 我 跟你说老盛这么多事儿 其实 我就是想说 从哥们的角度来看 你们俩其实挺配的 你别介意啊 我 你聊天很开心 你 那你聊天很开心 我有个问题想过问你 你们女生都喜欢老盛什么特点啊 我想学一学 参考一下 好 不不 他这个是 我 当着她的面约我出来 却有一个静的说我跟她很配 现在她又发信息来祝福 绕斗头都有了 我不了解你们男孩子的心思 但是 不要拿我寻开心 没有 我没有这个意思 洛迟 不是这意思 我也不知道她为什么发这个给我啊